1月10号,记者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获悉,1月17号,大兴机场将正式恢复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。 据介绍,此前根据北京疫情防控统一部署,自2020年3月14号起,大兴机场国际航班全部转至首都机场运行。 如今,大兴机场暂停了近三年的国际客运航班即将按下重启舰。 我们计划从1月17号起恢复国际及地区航线,那么首批恢复的主要有中国南方航空的北京大兴到香港的往返航线, 中国东方航空的北京大兴到曼谷的往返航线,还有咱们这个热门的旅游城市的航线, 首都航空的北京大兴到马内马尔代夫这个往返的航线,以及咱们外航喜马拉雅航的北京大兴到加德满都的航线。 同时,我们大兴机场也是同步于1月17号恢复了咱们的国际通城中转的服务, 以及像机场的24小时经济级地区的144过境免签的这个政策,为旅客提供更高效的这个出行服务。 该航班是1月17日上午9点半从加德满都起飞,下午的16点10分落地大兴,一个半小时后从大兴返回加德满都。 这个首都航空的计划呢1月18号开通北京大兴到马尔代夫马内的航班,大兴早上出发时间是6点半, 到达马尔代夫马内的时间是12点40。 南航方面,计划复航北京大兴至香港的航班每周三个往返, 于周一、周二、周四由空客321机型直飞。 中国南方航空华北营销中心副总经理郑月表示, 国际及地区航线复航有望带动包括国际贸易、中外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往来全面恢复, 为全球经济发展、旅游复苏注入活力。 目前呢我们正在积极申请恢复北京大兴至首尔金浦、首尔仁川等航线, 同时呢也在积极争取恢复北京至伊斯坦布尔、阿姆斯丹等航线, 同时呢为了助力南航大兴枢纽的建设呢, 我们目前也在积极申请开通北京至伦敦、北京至莫斯科等国际场线的开通。 为做好复航准备工作, 10号上午大兴机场组织开展国际客运航班复航综合演练, 演练涵涵盖了航空器、旅客、行李、货物、信息、交通等六大流程130个科目。 组织了三家真机进行演练, 我们还组织了200名旅客、300余舰行李, 还邀请了观光团, 共计36家单位600余人参加演练, 同时呢设计了两个应急处置的科目, 确保覆盖全流程、全科目, 为大兴机场、国际航班、复航, 奠定坚实的基础。